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主流媒體也有廣泛報導 大家都知道主流媒體報導 當然是對特朗普非常不利的消息 因為凡親對特朗普有利的消息 主流媒體一律都屏蔽是不報導的 這宗消息其實就是 華盛頓郵報在今天 在他們的網站那裡 發佈了一段電話會議錄音 其實這段錄音就是上星期六的時候 特朗普總統打電話給喬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伯格的時候 有人偷偷地灌錄了出來 這段錄音當然是印證得到 喬治亞州的共和黨籍官員已經變節 根本上就不是忠於特朗普 還要衰革到把這段錄音扔過去左媒那裡抹黑特朗普 華盛頓郵報長期以來的取態 都是不妥特朗普 究竟這段錄音會對於特朗普造成什麼影響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華盛頓郵報公佈的那段錄音 只有幾分鐘那麼大把 究竟那段的電話錄音是真 還是假的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驗證 首先那段錄音裡面 特朗普總統的聲音 很容易認得出來 我自己有聽過 我就覺得是真的 當然你可以不相信我的 大家又可以看看 白宮方面的回應 也透露了端藝 因為白宮至今不肯回應這件事 多多少少也反映得到 這一段錄音應該是真確的 如果是假的時候 一早就已經撲出來罵他做假 此外我看的那些保守派的媒體 也沒有一家媒體 提出了質疑這段錄音是假的 再加上特朗普總統本人 都在Twitter上曾經承認過 在星期六的時候有打電話給拉芬斯伯格 所以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這段錄音是真確的 但問題就是 這段錄音是否反映得到真相的全貌呢 那我就可以告訴大家絕對不是 因為這段錄音只有幾分鐘 大家都想到 打電話給州務卿談一件那麼重要的議題 怎會說了幾分鐘那麼少 我看保守派媒體的報道就說 實請這一場的電話會議 參與的也不單止是拉芬斯伯格一個 還有其他負責 選舉事務的喬治亞州官員 至於這一次電話會議的長度 當然遠遠不止幾分鐘 保守派媒體就說 其實是講了整個小時那麼多 就可以反映得到 華盛頓郵報現在公佈的這個版本 是經過剪接 是支離破碎的 事實上大家聽一下那段錄音 就會知道是剪來剪去的 當然你說那些錄音是不是合成 我相信不是合成 真的是特朗普把聲 不過就被他剪到鬼馬六 好了 這一段的錄音究竟是由哪一個來洩露的 當然一定就是 參與這一次電話會議的其中之一人 其實除了特朗普之外 所有出席這一次電話會議的人 全部都是拉芬斯伯格的黨羽 所以就算不是他本人洩露給《華盛頓郵報》也好 都要入他數 因為都是你那些人 我不管你哪一個 都是你自己的黨羽 所以這個人就要負上最大責任 根本就是背叛了整個黨 背叛了總統 你怎麼能夠 可以將一段內部的電話會議 錄音 然後扔給左媒陷害的總統 你明知道這段錄音給了左媒之後 他就肯定 無事就生事 加嚴加噪 總之就炮製到他好像相當震撼的內容一樣 接下來我們就去檢視一下 究竟這段錄音 是不是真的好像 左媒和主流媒體講到的一樣 那麼震撼呢 又說特朗普是借著自己的權力來向這個州務卿撕壓 搞到這個州務卿好像是受害人一樣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明明真正的受害人就是總統 好了 這一段錄音是說什麼的 特朗普就堅持說自己在喬治亞州那裡是贏出的 並且就要求的州務卿拉芬斯伯格 重新去檢視一下選舉結果 找出 有11,780張 原本是投給他的選票 拉芬斯伯格就說 選舉結果沒問題的 是正確的 特朗普就說 喂 你這樣搞 分分鐘就會面對一個刑事的法律後果 他跟這個州務卿說 為什麼會是11,780票呢 因為喬治亞州在經過重新點票以後 竟然間確認了 拜登領先特朗普11,779票 所以就有了這個數字 實情特朗普說這番話 裡面的內容 大家如果有看Twitter 或者有看保守派的媒體 根本上就已經在公開場合多次表述過 只不過 他打電話給這個州務卿的時候 又再把相同的內容說一次 然後那些主流媒體 那些左媒 馬上就來抹克特朗普 就說他利用總統的權力 打電話給這個州務卿私壓 我真的看不到任何私壓的成份 老實說 你作為一個州的官員 你是不是應該有責任來確保得到 整場的選舉 公平公正公開地進行呢 特朗普現在打電話給這個州務卿 其實就是要叫他記得這些原則 你要秉持著公義和良知才好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那些左媒又說 你這樣施壓 我看不到施壓的成份 反而來講 你這些州務卿的黨羽 就是處心積累來陷害總統的 你明知道總統打電話給你的時候 你竟然間就不是 誠心誠意地跟他溝通 反而就開啟了錄音功能 然後就把整段錄音扔給左媒 讓左媒來炮製總統 這些根本上是有預謀的行為 整件事大家都看到 總統才是受害人 現在經過那些左媒的炮製以後 反而這個總統就變了是施害人 州務卿就變了受害人 這些就是典型的 原告變被告的例子 到底哪一個才在這場選舉當中受害 你搞清楚是不是 不是的 把所有的東西扭曲了 黑就變了白 指鹿為馬 你根本上就不是反映得到事情的真相 過去這兩個月以來 關於選舉的種種問題 那些左媒全部都不報 現在特朗普打一通電話 馬上就變成了 不顧一切地向州務卿施壓 你就說這些故事出來 不單是那些左媒有份說 拜登的高級顧問都說 這一段的電話錄音 就是無可辯駁的證據 就是證明得到特朗普是威嚇 同屬共和黨的州政府官員 要求 下個州政府要廢除法例 就完全暴露出特朗普是攻擊美國民主的可恥手段 大家就會看到 那些左媒和民主黨人 就開始把攻擊民主這頂帽子 扣在特朗普的頭上 但是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才是這場選舉的受害人 在接下來的幾天 大家就應該會看到 將會有一個越來越大的聲勢 就是擄誣特朗普 因為最近九成以上的主流媒體 其實都是向民主黨和拜登傾斜的 他們就會拿這件事 錄音事件作為一個切入點 不斷擄誣特朗普 特朗普其實在昨天 即是星期日 他根本上在Twitter上 都有提及到這件事 根本上叫做事無不可對人言 特朗普怎麼說呢 他就說 他昨天 即是星期六的時候 跟喬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伯格 談到有關於喬治亞州的選舉的違規問題 特朗普就說拉芬斯伯格是不願意 或者是無辦法回答 關於在台下選票的一些情況 大家看到那段片 或者是選票遭到銷毀 或者是居住於州外的選民去投票 以及死亡選民投票等等的問題 他就說拉芬斯伯格對於這些問題 根本上就是毫無頭緒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連特朗普本人 他自己都是不介意 把這段電話會議的 內容 那個重點 透露給公眾聽 他自己說了出來 已經 只不過現在華盛頓郵報 叫做有條錄音握手 然後就把這段錄音 不斷發大來講 又在這裡說到天花龍鳳一樣 無非就是要抹克特朗普 就是說他向州務卿官員施壓 老實說你說他施壓 施什麼壓 特朗普不單止把電話會議的內容說了出來 連結果都說了出來 就是州務卿跟他抬槓 就是不肯聽他說 那施什麼壓我都不明白 然後那些主流媒體就說 特朗普施壓施壓施壓 那些不知就類的人 或者只是依靠主流媒體接收資訊的人 就會有一種印象就是 特朗普身為總統 竟然向自己的黨友施壓 這樣就不對 他們就有一種錯誤的印象 但是大家現在就知道實情是發生什麼事 特朗普也不介意讓你知道 這些事情是 好 接著就再講講 特朗普也出了一條貼文 他就說 在1月6日的時候 他本人 就會出席在華盛頓首都的集會 他就說他將會去到現場那時候 出席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 他就是首次表態為會出席 當然我相信他這個表態 也會提振得到 那麼更多的支持者的時器 就是會在1月6日那天 去到首都那時候是集會 相信到其時那個集會的人數 肯定都是會破紀錄的 而這一次的場外集會 其實是很關鍵的 如果人數是夠多的時候 就可以向場內的那些傢伙撕壓 外面就站了100多萬人 200萬人 如果你在裡面亂來的時候 當然你就叫做 要承擔政治後果 所以場外的那些人是很重要 很關鍵的 這次 至於 率領援軍來幫特朗普解圍的克魯茲 目前就遭到那些左媒和民主黨人 不斷地攻擊 這個當然可以預料得到 但是大家看看那些民主黨人怎樣去攻擊克魯茲 你就會看到現在他們有一個傾向就是 想把所有東西就是 黑的說成白 非的說成事 他們怎樣去攻擊克魯茲呢 Tek Cruz 那些民主黨人就說 這個克魯茲所做的事根本上就等同於是叛國 於是乎就認為克魯茲是應該被逮捕 而且控以煽動罪和叛國罪 他們就說這些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直說叛國罪的時候 其實不是拉克魯茲的 是不是 但是那些民主黨人開始就不斷地把那些東西扭曲了 反正他們就會將自己描繪成為受害人的身份 反而原本真正的受害人就變成是加害人 大家看到有一個這樣的趨勢在 當然那些左媒走去集體炮轟的克魯茲 當然是不對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往往就叫做槍打出頭鳥 當初只有George Hawley 霍利一個人登場的時候 霍利就完全就是中了那些戰 完全就是承受了那種壓力 現在你Tek Cruz去帶頭搞事 幫援軍去撐特朗普 現在就就你Tek Cruz 總之他們就是要再做一種極大的政治壓力 給那些勇敢的人 凡你哪一個跑出來撐特朗普 他就不斷砌你 那就要使得將來不敢再有些人跑出來撐特朗普 如果不是有些好像霍利或者克魯茲那些那麼強悍 那個信念那麼堅定的人 稍微軟弱一點點 他就看到什麼情況 一撐特朗普就被人撐 可能就會縮 他就是要令到軟弱的人退縮 他就是要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真的很黑暗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by bwd6